餐后两个小时血糖是多少? 石丽娜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餐后两个小时血糖小于7.8毫尔毛每升属于正常的 如果餐后两个小时血糖大于7.8毫尔毛每升 是要分两种情况的 一般是要通过葡萄糖耐量试验来检查 如果发现两个小时血糖在7.8到11.1毫尔毛每升之间 我们可以考虑是糖耐量受损 如果通过糖耐量试验试验以后 餐后两个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1.1毫尔毛每升 我们就要考虑糖尿病 有的患者没有糖尿病症状 就要再重新做一次糖耐量试验 乳血糖仍然大于11.1毫尔毛每升 就可以确诊是糖尿病 在葡萄糖受损的状况下 要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 也就是运动加饮食来长期坚持 也可能患者不会进一步发展为糖尿病 维持在糖尿病受损的状态下 或者是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血糖情况 所以临床上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 是可以延缓糖尿病的一个进展 专家提示 1. 通过糖耐量试验 摊后两小时血糖小于7.8毫尔每升属于正常 2. 如果摊后两个小时 血糖大于7.8毫尔每升要分两种情况 3. 摊后两小时血糖在7.8至11.1毫尔每升之间 可以考虑是糖耐量受损 4. 摊后两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1.1毫尔每升 要考虑糖尿病 5. 有的患者没有糖尿病症状 就要再重新做一次糖耐量试验 乳血糖仍然大于11.1毫尔每升 就可以确诊是糖尿病